歡迎收看新聞現場 今天我們的節目啊 老師跟學生針鋒相對 沈富雄 沈醫師跟韻鵬 兩個看法是不大一樣的 大分一樣喔 大字一樣喔 大字一樣 你不要誤會大家 大不一樣 沒有針鋒相對 他譴責我 我公開道歉 所以我已經是落於輸的一方了 好 來來 我們現在 我有請教一下易鴻 所以民進黨現在已經有 多數人都認為啦 怎麼樣 蘇綺維莊牌一打 如果蘇維莊真的還是 在台北線嫌就是被困住了嗎 其實沒有什麼多數人認為啦 我就覺得現在都還沒有定論了 那蘊鵬我就覺得 他是滿有理想性的 本來我假如站在整個國家立場 我當然希望一些老的人 本來就應該退了 包括我跟沈富雄 老實講都應該退了啦 你退了 那好 請請請 那你比我還老啊 那蘊鵬他其實有幾個重點 他就是說 你算好好算啦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說 算輸就要不要算了 就很囂張啊 算得好好多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選輸你還要算得也難看啦 對啦 那是重點 謝唐靖就輸200多萬票嘛 那問題是你民進黨有沒有這麼多人 你有沒有這麼多兵多將館 你說蘇維莊有跟蘇維莊差不多的人來選 那當然蘇維莊可以擺在後來選總統 那跟他差不多 那既然選輸太大 那你這次五度一輸的話 市區一垮以後就很難選了啦 這個都是實際上操作的困難 所以政治好玩就是有很多可能性 怎麼講都對 無所謂對錯 胡仲信當民進黨黨主席 沈露雄當民進黨黨主席 鄭月威當民進黨黨主席 每一個座的抉擇 如果他講了就是面硬的話 可能都不一樣 沒有絕對對錯 所以蘭維莊現在我們只能去看看 蘇貞昌自己的講法啦 他在他的撲讓跟臉書今天要講 他說啊 他去幫蕭美琴加油打氣 他說什麼 萬一有黨啊 到新的地方去開疆僻獨的就是戰士 所以我們要為戰士加油 有人在解讀說 第一 最近他一直在講 可能是要到新北市 到台北市去選對不對 以外面從這個看起來 好像心理已定啊 可是這樣會不會搞到後來 民進黨反而台北市也輸了 台北縣也輸了 對啦 如果說台北市也輸 台北縣也輸 那是一個最糟糕的狀況 那如果這樣的話 大概真的不用選2012了啦 但是我覺得蘇貞昌自己的想法 應該是覺得說呢 他總是可以守住一個地方 或者說是他去選台北市 回過頭來母雞帶小雞 所謂的雙城 齊謀這個東西 前兩天他的幕僚釋放出來的 這樣的想法 我認為是他一個最好的盤算 那他當然要冒一個 兩邊都輸的風險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認為他會是民進黨的罪人啦 所以其實對於蘇貞昌來講 我相信這些天 他非常非常的天人交戰 也就是為什麼他其實不急著 在這幾天非要表態不可 我認為他還是要觀察一下 黨內的氣氛 像現在蘊貞昌寫了這篇文章之後 我相信各個派系各個人 大家都會開始去很認真的 討論也好 思考也好 畸辯也好這個問題嘛 這整個狀況會越來越清晰 那蘇貞昌需不需要 改變自己的主觀想法 去因應民進黨的戰略 那這部分我覺得蘇貞昌 在未來幾天也可以去設想喔 但是呢 我相信有一個人 在我們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心裡面一定非常非常吃味 對 那個就是謝長廷 你沒看今天謝長廷講的話 多麼有意思啊 他講到說什麼 一定要拿三都 他說如果三都拿下來的話 馬英九2012就沒有辦法連任了 然後他還講說如果五都都輸的話呢 2012也沒有辦法選了 他講來講去最關鍵的一個地方在哪裡 新北市 他為什麼那麼強調新北市的重要性 我認為呢 他的盤塵有兩個 第一個 如果強調重要性 大家會不會也因此覺得說 蘇貞昌就應該要在新北市選 那就幫他 他不只幫馬英九 也幫謝長廷困住了蘇貞昌 對鄉長廷來講 可怕未來還有可戰的一個機會 第二個 如果不是困住蘇貞昌 但是你看新北市這麼重要 有還有誰跟蘇貞昌兩個人 差不多差不多 分量也差不多 地位也差不多 資歷也差不多 選戰經驗也差不多呢 那不好意思 就是謝長廷我了 所以我覺得這蠻好 一票一票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話呢 謝長廷今天這個話呢 呼應運鵬的 呼應這兩天有關 蘇貞昌放出來的訊息 我覺得謝長廷急得不得了 他跟蘇貞昌不一樣 所以他現在有一點點 緩一緩的感覺 謝長廷這兩天呢 非常的急躁 聽不懂得釋放出消息 謝長廷講說 五都的選舉啊 民進黨一定要贏三席 而且裡面喔 還一定要包括新北市 就是台北線 民進黨的氣勢才會起來 否則 你五都都沒有贏的話 你就沒有2012的總統大選了 謝長廷這個講法意料著重 他的講法 請問你跟前天 趙天玲做戰勝票的講法 有沒有兩樣 是到底徒弟學老師 還是老師學徒弟啊 但是我必須講 蘇貞昌最近幾個講法 一 雙城奇謀 譬如說有人在選台北市 然後幫幫台北縣的 新北市的氣勢 這個我先講的 那第二個呢 他今天講開疆闢土的 才算是戰士 這是他表明書 為什麼要在替蝦美晴說 蝦美晴東征嘛 去華連嘛 他其實不能排除 他是借他人的酒杯 叫自己的快樂嘛 那第三點呢 這個說不隨國民黨起舞 你們要把我困在這裡 都是針對我來 我不跟你們起舞 這三點都是同樣一個道理 就是說我大開 甚至不是大開 我就是要選台北市 但我現在做跟中和南軒 中和這個運鵬中信裡面的講法 今天如果蘇貞昌 決定選台北市 黨內有一半的人鼓掌 有一半的人虛聲啦 反過來如果選新北市 有一半的人鼓掌 有一半的人虛聲啦 但是他如果真的聽 孕鵬說我兩個都不選 我要持取2012 通通是虛聲 連一個掌聲都沒有 所以孕鵬 現在蘇貞昌看起來是天人交戰對不對 他在想到底是聽你的建議 直接取2012這是一個對不對 第二個就到台北市去 他看起來要到台北市 可是又有人問 他可能台北線台北市都輸掉喔 他有沒有天人交戰 我也不曉得啦 但是我先回一下那個謝院長的話 我剛剛講了 選舉沒有那種絕對 贊民了啦 宋楚瑜在選 那個第四的總統的時候 選二三 贊二三 爛來贊到輸嘛 所以沒有那種絕對的 五都你要當民進黨 跟國民黨都一樣 我要當作輸 2012還要連任還要贏 這樣才有辦法交代嘛 我是說法是這樣 再來就是說 我擔心的不是黨內有沒有虛聲 黨內有虛聲正常 因為黨政敵通常都是在黨內 所以我會在社會面看 你如果要去選五都的人 動選 你真的不可以再去選2012 這是民進黨這邊應該要看得好 動選你把它做得好 那是台北市 選所有的人都會不會來選2012 極致 極致或是秋興那時候 高雄時動選 贏了幾十萬票就去選總統的話 沒有這回事 好好選選給選贏 這樣才會交代 你如果下選 社會也要問你是剛才下選 你又會選什麼 謝長廷選輸221萬票 我認為很多成分也是在這裡面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如果要選2012有可能贏的人 你去五都拿來 選輸選贏 如果你不參選面對的是黨內 如果你參選面對的是社會 對社會的質疑 比對黨內的質疑更難解釋 那我寧願選擇直接去2012 硬鵬說選輸的就不能再選2012 選零的已經綁在那邊 那不是如果不知道 蘇貞昌跟蔡英文這次下去選五都 那就完全2012都沒機會 不過我覺得對蘇貞昌跟蔡英文不太一樣 我覺得蔡英文第一次下去選 他情人也好 他要選輸 選到水也情有可原 簡單回應一句我的徒弟 我覺得五都台北市以外 其他四個地方 我們的 不是我們的啦 綠營的啦 那個運鵬的人 如果選輸了 我認為不應該選2012 但是台北市是一個例外 因為台北市在綠營也好 潛藍也好 中間選民的心目中 台北市對綠營的候選人 實在實在太難了 所以如果你只要選輸 而那個輸的百分比 不在兩位數以上 比如說9%以下 我覺得他去選2012 沒有人會責怪他 所以我覺得這是蘇貞昌想賭的地方 但他這個賭風險很高 就是說他可能選台北市 然後因此沒有缺席 那再來選2012 問題是可能的風險一番 兩個如果都輸 台北市也輸 台北市也輸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賭注 其實蠻大的 問台北市的立法委員 怎麼樣 蘇貞昌來台北市選最好的 而且要輸 而且輸了一點點 可以執攻總統大選 凡事都是要從2012倒過來看 你不能從從中間開始看 2012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我大膽的賭 還是蘇貞昌 現在就賭 現在就賭 對 因為看不出其他人 有那個實力 說可以給我們馬英九總統 造成比較大的壓力 就是蘇貞昌 如果民進黨提謝長廷 或其他人選 我們當然是鼓掌歡迎 可是從2012角度說 如果假設民進黨一定提蘇貞昌 倒回來算的話 就是說蘇貞昌這一次怎麼選 對他2012的選舉比較有幫助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如果他選了新北市 他當選了 那民進黨或社會也能夠接受 他繼續選2012 而且有幫助 他當然選新北市 但如果選台北市 那不管是贏或輸 結果如果得到社會上的支持 而且對他2012選舉有幫助的話 他一定選台北市 那目前來看的話 蘇貞昌 2012如果賭定是民黨總統候選人 那對他最有利的 可能就在台北市選 至於新北市跟台北市的輸贏 如果選擇與否的話 只要說票數很接近 未必要說兩個都贏 或者說只贏一個等 只要票數非常非常接近 對他來講就是很大的一個鼓勵 來 回答 從謝長廷的談話顯示 說給蘇貞昌聽 還是要非常小心 你說謝長廷叫蘇貞昌 一定要選台北市就對了 不是 顯示 謝長廷他至少主觀 他對2012的總統大選 他不忘記了 我覺得這個信息非常清楚 那他是留日的 他應該知道德川家康就等嘛 等機會嘛 我倒從一個 我們選民或一屆平民吧 觀點 我說給民進黨做參考 請問你們都在談權力而已嗎 你們把整個議題困在權力裡面 困在五度的選舉了嗎 那麼我們人民關心的 你們有沒有替我們人民 營造一個安居樂的環境 請告訴我們你們什麼政策沒有 五度的政策 哪怕2012總統大選政策 政策在哪裡 希望願景在哪裡 怎麼落實 領袖是希望的化身啊 我怎麼信賴你民進黨 或信賴哪怕蘇貞昌或謝長廷嘛 我覺得到目前沒有耶 結果知道六個沒打高啊 選到權力跟選舉了 當然你可以說民主真的就選舉嘛 但是很現實的 如果照目前的蘇貞昌如意算盤啦 跟夏林如意算盤 你到後來造成台北市跟台北縣 雙殺 還有2012嗎 雙殺結果氣勢沒有了 這個支持者士氣整個也崩盤了 哪怕你蘇貞昌或謝長廷在選吧 你也是跟馬英九賠選而已嘛 換句話說 關鍵之戰 三海關的新北市都打不下來 想進北京城嗎 門都沒有 所以我很懷疑了 蘇貞昌 227之後啊 立委補選完之後說要到向全國民交代 對 自願卡就拿出來 自願卡提出來 但是我覺得那個自願卡 可能會是個空卡 好為什麼 就是說既然你國民黨針對我 然後你們人都喬好了 那我蘇貞昌情勢這麼複雜 我不需要那麼早告訴你們 我到底要選北市海北縣 整個政治氣候 黨需要我選什麼 我才來選 那黨還沒有決定之前 我不以表態 這個蘇貞昌 我覺得他有可能喔 又來個拖延 我們希望227之後 沈大陸講的 227之後馬上答案會揭曉 我持高度的懷疑 但是他沒有講說那麼清楚 他都向全國人民交代 這個這樣講 我晚一點決定 對黨好對他也好 也是一種交代啊 蔡貞昌這樣講是什麼 他要去台北線選嗎 還是一定押注 蘇貞昌必須去台北線來選的 另外國民黨現在有黑馬出現 說大高雄搞不好是勝利人來選 我們要討論 麻煩來